龍國雄臣虎就是持有會會時 在香港的時候就在聖神修院讀哲學 之後就在羅馬持有大學讀神學 1984年在胡鎮宗書記 佛首足聖之下就晉升為師篤 隨後在唐區和香港的學校工作多年 之後在三藩市進修大學三年期間 逢週末和主日在華人牧民中心和華人的教友主持黎薩 到了1995年龍國雄臣虎就申請成為多倫多教區臣虎 和受命在墨西沙加市成立華人堂區 所以興建了聖堂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天主教救世主堂 龍國雄臣虎歷任救世主堂總共28年 直到今年的7月退休 所以我們都很開心神父退休之後都能夠和我們服務 帶領我們和我們再準備好心神 心靈去準備這個主基督的聖誕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龍神父 各位教友你們好 我們準備將來的備證 開始前我們做了祈禱大家清楚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命 阿曼 因此天父你願意我們去惡行善 求你拜見聖神幫助我們 看清自己的良心 即將聽到明白聖言的要求 並願意寫起犯罪的欲望 以上所求 恩諸耶穌基督之命 阿曼 恩父及聖神之命 阿曼 教友 大家來聽到 是好的 感謝天主給我們的機會 我感謝這次退省的委員會 做好準備 為這次的退省 他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聽見書記 Dorothy說可以幫我做PowerPoint 我預備道理 沒有時間做PowerPoint的事情 我把內容傳給Dorothy 他給我看做了的事情 看見很開心很歡喜 真是驚喜 這麼漂亮 我今次說備證沒問題 因為如果說備證 教會要睜眼睡 不要緊 看PowerPoint這麼漂亮 大家醒了 所以很感謝他 很感謝 很歡喜 教會現在轉入張臨期 這個禮儀 說到張臨期 我們就想起聖誕節 聖子誕生在世上的事 聖子為何要降生世上呢 這個問題 有個教員可能笑著說 很容易回答 降臨就是為救贖世人 沒錯 但是為何要降生世上呢 天父不派聖子降生 要能夠救贖世人 為何要降生呢 聖子做了甚麼來救贖人呢 做了甚麼救贖人呢 世人呢 從此得永生 得永生之後又怎樣呢 這個問題 和救贖的目的 就是問及救贖的目的 我們去想一下吧 先說一下這個張臨期 期待救世主來臨的事 期待救世主來臨 在古時 人們期待了很久 期待他出現很久 很多年 但是也很諷刺 及至真主 救世主誕生 即是天主派來的那位 誕生的時候 人們不知道 不認識他 為甚麼這樣 是因為大家心目中 所認為救世主 不跟天主派來的那位 他心目中認為的救世主 是一個英雄 打仗很厲害的 他們心目中認為是這樣的 跟天主派來的那位很不同 所以他們不認識他 不承認他 都不接受他 及至他死之後 漸漸 甚至經過幾個世紀 那些人才能更多人去明白 耶穌就是救世主 和相信他就是天主聖子 才曉得 慶祝祂的聖誕 紀念祂 和祈祷祂再次來臨 所以 後來認識救世主 會很歡迎接受他 聖誕誕生 於是救世人類的事開始了 因此聖誕節 就普天同慶 很高興 因為知道天主救世人類 就對天主感恩 而教會對聖誕節 以及對聖誕再度來臨的事 又制定一個時期 稱為張臨期 要教友善用 來準備迎接救世主 張臨期去參加退聖 這是一個好的準備心靈的方法 這個準備是指什麼呢 是指什麼 準備就是指 如果我們有一個純福於天主的心 純福於天主的心 如果你對天主不滿意 憤怒 你怎會聽到天主的說話呢 即是跟天主關係不好 那你怎樣接受天主的恩寵呢 還有 要向天主打開願意聽教的耳朵 願意聽教的 就是欠信 你叫我說什麼都不會聽 即是不會接受 還有 要準備一個能承載的心 空洞的心 去領受恩寵 你心滿了東西 你怎樣再恩寵呢 一個空洞的心 承載恩寵 大家想想是不是 同志好的關係 要聽教 要承受恩寵的 這個準備 參加 參加退聖 是一個好的 修養心靈的方法 不過呢 有些人歡喜參加 很歡喜參加 聽了備證 參加了 為甚麼呢 因為 在那裡只是聽 只是聽道 不辛苦的 所以坐在那裡聽 有些人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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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 有些故事 做例子 很好聽 很好笑 聽見很開心笑 去那裡 就像一個娛樂節目一樣 聽見別人的例子 說出的例子 聽見別人的那種惡行 某人的可恥行為 都會知責 他們說 為甚麼人這麼黑心 聽見別人的可恥的事 為甚麼會做這麼無恥的事 聽見一個例子 說起夫妻間矛盾的事 又取笑 哎呀 他們真的太糊塗了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退省 或者你們控制 我都控制不了 退省 應該做甚麼呢 反省 要反省 所以知道 退省 聽道 是會幫助我們反省的 我只是聽 又不會反省 如果聽完沒有反省 就等於 不要用自己的頭腦想想 不要想想 我們 有作反省 就將所聽的道 故事 例子 都好 對照自己 過去 是不是這樣 沒有反省 就等於沒有改進 不會幫到自己改進 我們聽見 惡人太壞的時候 就不是那個人太壞了 而是問自己 是不是好像這樣壞呢 是不是做了無恥的事對別人呢 當取笑別人 糊塗的時候 其實就是叫你問 那個人是不是你自己呢 忘記了 我們要反省 聽見那些事例的時候 就問自己是不是這樣 接著 就說要照著做 這是很重要的 除了聽之外 就要求我們 照所聽的道去生活 一個問道的人 明白了 誰是受害自己的近人的時候 耶穌就這樣說 你也照樣去做吧 看看耶穌會這樣要求 那你就照樣去做吧 所以耶穌叫我們 不只是聽 要照著生活 耶穌很著重我們 是否照所聽的道而生活 他舉了很多例子 表示聽而不做 就好像建築一個屋在沙土上 基礎是不行的 或者聽了之後 就說我會照他做的 但是沒有做 就如同那個沒有實行 天父子意的那位兒子 有位教友說他去聖堂 參與主日尼莎 去本堂參與主日尼莎 但很多次他都不滿意 不滿意 因為 而是需要去第二間聖堂 再多看一台尼莎 為甚麼呢 因為他對所聽的道理 不滿意 即是說 得不到甚麼有價值的教訓 得不到甚麼有價值的教訓 靈修上 得不到幫助 明顯 他是想說 這個講道者所說的道 沒有內涵 沒有內涵的 教學學不到甚麼靈修 為甚麼是這樣呢 是因為講道者 即是將道理的參考書 那個主日的道理參考書的資料 內容 翻字過字 說出來 自己沒有生活過 一而說不出甚麼靈修心得 未能夠成為自己的道理 故此 亦未能 教導人家 如何過好宗教生活 所以 即使看了道理書 也沒有用的 你翻字過字 你不照著生活 幫不了你 我有見過一位神父 他早過我幾年畢業 他為人小器 愛報仇 凡事賺益 我留意他講道如何呢 果然 說不出甚麼靈修的心得 道理 即是重複福音的內容 主日 彌撒道理的福音 將內容再說一次 內容教友聽了 將內容再說一次 福述耶穌的說話 而不是自己教友 應該怎樣做人 怎樣善待人的心得 即將耶穌教訓上說一次 可見 看了福音 沒有照耶穌說話生活 確實做不到教訓人 教導人 那位神父 他怎會明白 實行福音時的難處呢 他既然沒有照福音生活 教友照福音生活的難處 他都不會明白 他都不會知道真是怎樣 他怎樣幫助教友呢 是吧 相反呢 聽了道而又實行的 這個道才是屬於自己的 才是出於自己的 希望我們明白 重要的重要 就是這樣 因此呢 今次聽到你的時候 希望你會反省 有照所聽的道去生活 你聽我說的道 未必聽見有娛樂性的 輕鬆的笑話 未必聽見令你開心的笑話 故事 我知道有些廣道的 西道的道理較長 於是 講一下韓劇內容 拿韓劇內容說多少 說什麼格格 什麼攻略 這些故事 你沒有聽見我講的 相反 你會聽見耶穌對你 很有挑戰性的問 耶穌問你 很有挑戰性的 例如 你問你 如同文伯都禄 你愛我嗎 耶穌問你愛我嗎 那你怎麼回答呢 你不敢出聲 你如果說 我愛你 你如何愛呢 你想想 你如何愛耶穌 哦 我經常念《魔鬼經》 望尼撒 耶穌需要 不只聽見你所說的 還需要更歡喜見到你對祂的真誠的愛 就是藉著愛近人 愛祂 耶穌想聽見這些 耶穌被挑戰地問 如同天主 批評人的時候 以撒爾才有記載 我已經掩護你們的公羊的祭憲 和肥牛族的枝膏 我需要這些東西嗎 羔羊山羊的血 我都掩護了 你們伸手祈禱的時候 我都遮住雙眼不想見 你們祈禱我決不苦運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雙手已滿血 你應該自見得除惡幸 尋求正義 原來天主責備 就是 所說的 不是說你向我祭憲 就是你愛我 更歡喜見到的 就是我們尋求正義 歡喜我們自己 我們想想 是否要這樣 應該要這樣才對 他聽見耶穌摘地 耶穌說 醫好了的不是十個人嗎 為什麼只有這個外邦人回來 讚頌天主呢 耶穌摘地 摘地我們的時候會這樣 我們有沒有感恩 你祈禱很多次 我會否很肯接求 天主幫助你 你有沒有知道天主幫助你 而感恩呢 或者 沒有珍惜過祂的恩寵 有沒有說多謝祂 有沒有珍惜祂的恩寵 耶穌這句話 我們想想 即得到恩寵的 為什麽 為什麽 只得到恩寵的恩寵 回來感謝 我們要想想 有時 你立了善功 立了善功之後 你是不是贊美自己 還是 感謝天主幫助我 做一件好事 是否要這樣想 有時 有時 有很多事 我們做了什麽好事 都好 是很開心 驕傲 我多厲害 多好 都不想 是天主幫助你 應該感謝天主 當你口是心非對別人的時候 口是心非 少女藏刀對別人的時候 表面好像對別人很友善 對別人好 很有愛心 對別人好 表面 看見 哄人的說話 這樣也好 你這樣對別人的時候 耶穌問你 你就是用親吻來出賣人子嗎 是不是這樣 你對別人好 但實在不是對別人好 是真是真人 耶穌問你 你是否用親吻來出賣人子 你怎麽回答 你不願意幫助別人 耶穌便會告訴你 你沒有為最少的一個做 就是沒有為我做 除了很多耶穌這些 問 Challenge you 這樣的問 你問是否應該要反省呢 我應該細心多想一下 關於人的生活 我們看看 我們有些需要的 有些需要 譬如說 期望 我們有這種期望的需要 期望呢 我們準備基督聖誕 作為一種期望的心 期望基督聖誕降福我們 期望祂再來臨的時候 接納我們 我們有種期望 我有沒有發覺人生有很多這樣的期望呢 人有期望 人才會快樂 要快樂人生 尤其是 期望的事實現的時候 你真是很快樂的 很高興的 有人期望普孫 某天聽見家嫂說有喜 哇 多開心 她說多開心 是真是很開心 你期望實現 是不是 又打工仔 又辛苦工作 甚至在職場那裡 經常被人欺負 每次上班都感到痛苦的 但是每當 回家 看見可愛的小孩子的時候 立時感到歡喜 安慰 什麼難受過去了 每天就是這樣期望 一種喜樂 因為期望支持著祂 熬過每一天 熬過每一天的受苦 所以父母辛苦工作回來的時候 之旅每次對父母孝順 就能夠安慰父母 我們要期望 得到期望得到安慰 期望之外還有一種 需要人需要安慰 satisfaction 要細心想一下 真是人的 需要satisfaction 有些人做很多事情 有些心得成功了 大家可以說你厲害 真是好東西 心中有一種satisfaction 很滿意才能做到的事 人需要安慰 或稱為心中的滿意 滿足 satisfaction 例如現在顏苦不重要 一年後 我們能夠升職加薪 這個升職加薪成為你的期望 支持著你的艾苦 當升職加薪的時候 這些期望實現 便感到滿意 滿足 安慰 人需要有一種安慰 因為學生不是聰明 成績也不是好 在班裏面不受人注意 但他喜歡上學 因為他打籃球的時候 在球場上受到人吹捧 他打籃球很厲害 他就是在那裡找到安慰 有satisfaction 你看看 你是你世界的主角 他人有自己的世界 你是你自己世界的主角 但是不要忘記 世上還有其他人 他們都像你一樣 生活上 需要得到滿意 滿足 satisfaction 或者安慰 他們的期望實現了沒有 你有沒有知道期望有沒有實現呢 如果甚麼都沒有時候 你便安慰他們 鼓勵他們 如果他們需要寧靜 你便遷就他們 給他們寧靜 舒適 如果知道他們的困境 你便能夠幫助他們 是不是 好使得見到期望 得到安慰 這個好的愛德行為 是值得做的 世界除了你 還有其他人之外 還有天主 有天主 只要對人一樣 充滿期望 例如 對我們充滿期望 很多期望 只要期望 元祖父母 羞辱繁殖 管理世界 只要期望 派若立先知 去利美城廣道 那個城將會不知道 但天主充滿期望 只要城中有人悔改 祂就不需要懲罰他們 所以派牠去 天主對那個城充滿期望 天主期望聖子 願意受苦致死 為救贖人類 做保贖 救贖全人類 天主對你一樣 充滿期望 若果實現天主對你期望 天主就很高興 例如 天主賜給你子女 不只是叫你高興 叫你因他們 這麼可愛 而對天主感恩 還期望你 養育好他們 教他們成為好人 不只是給你子女令你開心 就是期望你 就是期望你 教育好他們 在好教友 在好人 在好人 要對你期望 若天主達不到心中期望 有多難受 如以撒爾先知記載 我做好田地 種植葡萄樹 灌水 絲肥 組成一切 出產的 怎知是酸葡萄 天主是酸葡萄 天主的期望 是會這樣 得到是這樣的 多難受 耶穌的比喻 也有說 做好原地 有出產 就租給別人 到時候 修成 去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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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知 派去那些人 被田戶 羞羞 羞辱 被他捐打 甚至殺了 最後派他兒子去 兒子也被他殺了 你看 天主的期望 是這樣的 結果是這樣的 是不是很難受 我也聽過 耶穌 在馬途 有記載 馬途方記載 門途和耶穌 經過一個地方 經過無花果樹 在那裡 耶穌想吃無花果 肚子 為何沒有果子 耶穌又嘆 從此無人就吃你的果子 翌日經過一道時 那棵樹 枯借了 盤頭吃驚 是這樣的 耶穌 你作日書說 這棵樹 我叫他 驟罵也好 死了 為何是這樣的 福音記載的說話 繼續講耶穌 關於信德 有信德 什麼都會達成 福音有些註釋 幫人去了解 也沒有什麼 註釋 即是說信德 等等 所以教育在這段 孤謝的無花果樹 很多都沒有解釋 是怎樣 有些外教人聽見這段福音 在那裡笑 你看看 耶穌嘴咒荷樹 吃不到果子 所以嘴咒荷樹 嘴咒荷樹 嘴咒荷樹死了 在那裡笑 問了教友 教友答不出 答不出 知道嗎 所以教友應該多學一些 有一次 有一次問我 我便答覆地說 無花果樹 在古經有記載 代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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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天主寫起你們 結果是受苦的 所以不是說 嘴咒荷樹 在那裡死 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不是這樣解釋 這件事的發生 如果知道 這個意思是怎樣 你應該 因為吃驚 你想想 你不接受 救世主 不受天主 後果是可憐的 剛才我說的就是 天主對你期望 救世主來 期望你接受 接受救恩 你們這樣對救世主 不接納他 天主難受 相反 人若能達成天主的期望 天主多不高興 記載 天主派天神 請馬利亞 做救世主母親 願意做救世主母親 馬利亞回答 她說 可憐 常知疲累在此 願知你說 成就於我罷 你看看 天主多不高興 從此 救世人類事 便可以實現 是嗎 因此 凡聖母 為人代討 所求的恩寵 求的聖職 至於都應許 實現 而光榮聖母 天主要光榮聖母 聽明 天主想要 願意的期望 是否實現 所以 天主要光榮聖母 天主對你的期望 你願意 天主一定會歡迎你 求恩 天主會願意聽你 聽你所求 至於對你的很多次期望 有多少次你實現了的期望 有多少次我實現了呢 然後我想問 你有自己期望很多 很多期望實現 你很滿意 你很安慰呢 很多期望當中 你有沒有期望自己能升天堂呢 你有沒有期望自己要升天堂呢 很多人沒有想這件事 我期望 中彩票頭獎 我期望 有輛車 很多人期望這些事 沒有想想 我期望自己要升天堂 沒有想這件事 如果沒有這樣的期望 你為什麼要領洗呢 領洗做什麼 你想升天堂 你連期望升天堂都不想 你領洗做什麼 所以 應該有這個期望 但是你是否要實現這些期望 要實現這些期望呢 有沒有呢 很多人都不認真地實現這些期望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 將來才發生太遙遠了 最近的事就是 我現在要得到我喜歡的東西 對升天堂的事太遙遠了 沒有什麼吸引力 所以沒有認真實現這個期望 那你認為你去世之後 會去哪裏呢 你離開了世界 你認為你才會去哪裏呢 你說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升天堂 我也不知道 或者你笑著這樣說 立即升天堂 就未必 下地獄 下地獄就不會了 我告訴你 不要這麼老定 為什麼呢 因為 人人都認為自己犯了罪 很輕而已 很小事而已 為什麼得罪人 受苦或者受害這麼嚴重 但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犯了罪 不至於下地獄 人人都這樣想 是不是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不知道 能否升天堂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那個時候 不是我們自己做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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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 去衡量的 是耶穌基督做判官 希望我們明白 所以死後 是否一定升天堂 不會落地獄 不要那麼老定 我們不知道 能否升天堂 但是又不著緊 這就大件事了 不一定 升天堂不知道 但是也不緊張 那升天堂 不是覺得這麼有吸引力 如果你覺得這麼有吸引力 你又不出力 到時升天堂的時候 是不是很絕望呢 絕望是很痛苦的事 我們可能不感受到絕望 怎麼痛苦 有些人做了決定 如果這樣不行 你就會失去什麼 好小事而已 最多我就死了 最多我就死了 得不到 最多我就死了 他這樣說 不覺得難過 不覺得難受 為什麼 因為還未死 所以這樣說 真的失去的時候 死了 又不夠膽 但是又在受苦 那時候真的痛苦 所以人們說的話 那時候不是在受苦 所以這樣說 落地很痛苦 好小事而已 不怕 因為不是在受苦 所以不怕 但是如果真的被火燒 地獄的火燒的時候 落地獄是否很痛苦 最好不要落 受苦就不一樣 但現在人不是在受苦之中 所以對人的警告提示 或者什麼都好 覺得好小事而已 最多就是死 輕易地說 不是這麼想 對吧 所以我們要認真的 要認真的 好像很有吸引力 對天堂有這樣的想法 努力去追求 要使自己一定升到天堂 如同追求愛人 一定要追到 你這麼愛 一定要追到 一定要有這樣的心 要自己一定升到天堂才行 怎樣能夠升到天堂呢 你知道嗎 要使自己升到天堂 不是做什麼 不是做什麼大事 不是去致命 不是 耶穌會這麼說 有個青年問耶穌 師父 我可以做什麼 才能承受永生 耶穌在說什麼 守好戒命 你就能夠承受永生 守好戒命 就能夠升天堂 所以你想想 不是做什麼大事 犧牲至死 守好戒命 就能升天堂 很多青年說 我至少守好戒命 耶穌定精看他 即是說 你是真的 喜愛他 福音記者說 耶穌喜愛他 你可以看看 很多人 很多青年 只顧著他玩 快樂 有誰關心自己 要做什麼 什麼能夠承受永生 很少 我還什麼 開心 很少青年問 我應該做什麼 承受永生 有誰認真守戒命 這個青年說 至少守好 耶穌是不是很喜愛他 真的 耶穌喜愛 真是對的 福音很少記載 耶穌喜愛某人 很少記載 有記載 耶穌喜愛兒童 那你問 你能使耶穌喜愛你嗎 你說 你做什麼 使耶穌喜愛你呢 你自己有沒有想想 守好戒命能升天堂 意思就是 藉著過我們世上的生活 為我們教友來說 同時也是過我們教友生活 能夠升天堂 因為守戒命 藉著過我們生活中守 藉著過教友有本分的時候守 藉著過宗教的生活實實 所以藉著過我們的生活 守戒命能夠升天堂 所以守戒命不是你的世界 你的時間 你的環境守 是現在你的生活當中 守戒命 你就能夠升天堂 有些人想錯 記錯了 將來在哪裡做什麼 我會升天堂 不是 現在 在你的生活當中 聽著說話 聽著說話 你生活這樣升天堂 因此我們的生活很重要 用來賺得天堂 我們的生活很重要 用來賺得天堂 很多人不知道 白白浪費每一天 生活只是尋開心 甚至為開心犯罪 這樣 所以知道 生活 不只是為了享受物質的 各種物質生活 也叫我們做個好人 做好人也很快樂 這個好人 不是自己認為 不是問自己 我也挺好的 有些人說 看自己的鏡子 我知道美不美 我樣子都不差 不會說自己不好看 是吧 我是不是好人 我也挺好的 不是你說是好人 天主認為你是否好人 所以要對著天主 對著道德標準 去看自己是否好人 天主認為你是好 是真誠手計命 那你是好人 那你是好人 耶穌會說 好你是個忠信的仆人 進入天堂的永福 是吧 那是好人 所以每天的生活很重要 你能賺到天堂 是吧 如果每天的生活 回家 兩夫妻吵架 哇 天翻地覆 你想想 每天都這樣 我能夠賺到天堂 每天的生活 你每天的生活 你每天的生活吵架 你如何賺到天堂 所以你每天的生活很重要 要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 是怎樣的 是否和平 一個好人 過了世上的生活 就能夠升天堂 或者倒轉來說 在世上生活 做好事做好人 心待人 賺到天堂 這樣 這樣說 就是說 這個世界 成為一個考驗場 成為一個考驗的地方 因為我們經過這個世界 就賺到天堂 這個世界成為一個考驗的市場 考驗你一生是怎樣的人 考驗 也是的 考驗你 不過也要注意 在這個世界 不只是有你自己一個人 這個世界有其他人 這樣 這個考驗場就更加不容易 更加不容易 知道嗎 在一個環境 在生活 甚至一間屋 你自己生活 很容易 你喜歡 我喜歡娛樂 可以自己看 我喜歡大聲一點 也可以 我喜歡懂什麼 做什麼也可以 但在一個環境 你不是只有你這個人 而是其他人 就不容易 就是說 跟人相處 不容易 受到更難的考驗 對每個人 是否升天堂 大家是互相有影響的 互相有影響的 如果你身邊的人 家人 親人 朋友 同事 老闆等等 每個人都是好人 這樣 那就容易 你經過你的生活 升天堂 容易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你周圍的人 每個人都是好人 你 就如跟天神一起生活一樣 跟天神一起生活 你當然是容易 你有福 是不是 很可惜 我們周圍的人 很多不是天神 是魔鬼 那就慘了 很難受 是不是 生活 不是快樂 升天堂不容易 你會怎樣 你是不是很怨恨 怨天主 為什麼讓我對著這麼多魔鬼 不過我想告訴你 不要怨別人 反而問問自己 自己是否人家的天神 或是人家的魔鬼 你問問自己 你不要怨 周圍的人都是魔鬼 你不要怨這件事 你自己是怎樣 你是他們的魔鬼 還是他們的天神 真的要問問 你回家 有妻子或丈夫 有子女 有親人 那你是他們的什麼人 是天神還是魔鬼 因為無論如何 你對別人有影響 人家的影響 你就會影響別人 是不是 接著是關於與人相處之道 需要怎樣做 即有愉快的生活 生活中 最大的考驗就是與人相處 最大的考驗 與人相處是很高的藝術 也是很難的事 世界除非有兩個我 否則找不到一個 令自己喜歡的 滿意的 歡喜的人 除非有兩個你 是不是 因為不會這樣 所以不容易長久相處下去 因為 人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厭惡 有自己的喜好厭惡 有自己喜歡 有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必定會影響你 與別人相處 結果 令大家很投契 或是令大家很討厭 有不同的結果 為避免大家 不會有一種不愉快 唯有遷就別人 忍讓一下對方 我們這樣說法 要這樣的做法 這個遷就忍讓 其實就是犧牲 就是犧牲來的 犧牲就是愛德 知道嗎? 犧牲就是愛 其實就是愛德 大家說 就是需要活出愛德 就是活出你的愛德 這種德行 這個就是守戒命 能夠有愉快的生活 就好像跟天神的犧牲一樣 能夠直達天鄉 所以 如人相處不容易 要遷就 要犧牲 要活出的愛 這樣 就能夠守好戒命 得到天下 上犯罪是因為什麼呢? 如果不會出外德 沒有忍耐犧牲呢? 就是故自己喜好 自己滿意 自己自私 結果會引致大家 互相討厭 憎恨 發怒 吵架 大家都成為半腳石 就很難抵達天鄉 這個情形呢 是不是人人都沒有守戒命呢? 犯罪呢? 其實造成不守戒命 事實上犯罪之前 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什麼問題? 心理問題 家庭教育問題 生活環境問題 貫獨力不足問題 有很多這些問題發生 神父聽了很多次 很多年告解 已經看到 人們說出這些罪 戴上聽的時候 已經聽得出 除了他犯罪之外 也根本有很多問題 例如心理問題 這些已經造成了 很多事情不妥 犯罪 我遇過一個 很多次對我發怒 得罪我的人 很多次 有一次他這樣 罵我 無緣無故的罵我 都不知道什麼事 殊不知罵錯人了 那第二天 他跟我 不是道歉 笑笑口 John 我個人是這樣的 不過我沒有什麼 我發生氣就算了 沒事 我發生氣就沒事了 你發生氣之後就沒事 那我呢? 我怎樣? 你想想 這個人有嚴重心理病 他在事實上 懷疑別人害他 有什麼事? 他不是害我嗎? 這樣 所以就是做得非常不好的事 就是對人不好 這麼得罪 他發生氣 但又沒有顧及別人 他自己發誓了 他又開心了 沒事了 別人難受 我看到這樣的人 我怎樣可以升神父呢? 所以有一個投反對票 不贊成他升神父 有一個青年神父 因為自私想要達到目的 因為我有所要求 我知道他不妥了 我就不讓他得整 他就讓我發怒 責怪我 之後我就有時間 我當面問他 我一直忙碌幫了你 所以 我一直忙碌幫了你 我做錯了什麼事呢? 我有沒有對你不公道呢? 你說我對你不公道 有沒有unfair to you這樣呢? 我一直忙碌幫你 我做錯了什麼? 無話好說 但他又不承認自己有錯 找些理由 是你太忙碌 所以你不開心 這樣也可以? 他完全不提及自己的失控 應該道歉又沒有做 這樣說 我看到這個人 是品德不好 自從之前見過他幾次 有什麼不妥呢? 就是賴是別人的錯 這樣 家庭教育不好 品德有問題 你想想 事實際上做錯了 犯罪 為甚麼? 因為他本身是品德 收藥過去不太好 可憐 即是容易犯罪 是嗎? 我們自己也一樣想想 因為事實上犯了個罪 經常告解 告個罪 只是這樣 解決不了問題 你想想 你犯罪之前 你已經有 心理問題 你才可以幫助自己 不要經常犯罪 有一位偉大的聖人 大家很熟悉的 聖人王博士高 他照顧很多青年 有很多青年流浪 收養他們 有很多青年在教育校等他們住 有一個好生活 但聖人怎樣? 很磨碌出去 周圍去找那些師傅 即是各種手藝的師傅 理髮師傅、財風師傅、皮鞋師傅 看到甚麼師傅? 找他們聊天 朋友說 你可不可以收我的青年 你收他們做徒弟? 教會他們 為甚麼會這樣? 這麼辛苦地做? 讓他們收了他們做徒弟 學完手藝 他將來就可以賺錢 他能夠賺錢 他不會因為沒有錢 要捱我 要犯罪、打劫、偷東西 不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聖人 才解決了青年的生活問題 就是社會問題 幫了他們 他便不會犯罪 你想想 那些人犯罪 偷東西、搶東西之前 是甚麼? 都不能吃 所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便不會犯這個罪 所以才解決甚麼問題 便不會犯罪 所以聖人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有時想想 我們是怎樣 我見到不少青年有心理病 例如我扮成異性 或者心理病 就是害羞 不敢見別人 不敢跟別人交談 躲起來 大家一齊 不敢看別人 不敢看別人 叫聲阿姨 阿姨 不敢看別人 為甚麼會這樣? 有問題 那是否應該要幫到他 不要這樣 即是 戰勝了這個心理問題 有很多 沒有幫到他們 一直都是這樣 於是 有人來 躲在房間裡 不敢出來見人 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歲 快到三十歲 都是這樣 一見賺錢 你想想怎麼辦 那是否很不妥 有些受壓力 一有壓力 就瘋了 你不幫到他 要幫自己 疏通壓力 可以應付到事情 將來如何在社會做事 所以很多 在社會做事也好 例如得罪同事 因為有壓力 他就瘋了 得罪人 是可憐的 造成很多法罪 很多這些不妥的 心理問題等等處理的 逃避 逃避在這個科幻世界 電腦裡 在科幻世界裡 在那裡生活 好嗎 如果遷就他們 保持底解決的問題 這些子女 將來都不能自立 只有痛苦 憂慮是不會停止的 他們會犯罪 犯罪 是誰承擔他們的罪過呢 所以犯罪前 還有些問題先看 是不是這些造成後來犯罪 要解決這些問題 才行 OK 所以我們修德 首先不是追求什麼 高超元妙的神修之道 聽道理 認為這樣就能夠打握升天 不是追求這樣 就是 念什麼經 不是這樣 很多人 追求很高神修 聽道理 什麼都好 念什麼經 本分經 什麼都好 回家 回家又怎樣 吵架多個吃飯 或者在工作場所 得罪這個得罪那個 野獸這樣 不停鬥爭 怎樣才是天堂呢 是嗎 應該先實際地問自己 真正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容易發怒呢 為什麼我這麼容易發怒呢 為什麼我這麼容易發怒呢 原來我一向都不尊重人 所以對別人容易得罪 你記得要尊重人 為什麼我原來發怒呢 原來我不能受到壓力 那你壓力是什麼呢 你問一下壓力是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沒有錢 有些人一到沒有錢 就受不了壓力了 於是發怒氣了 是不是 有些人受不了壓力 不妥 健康 健康不妥 於是 因耐力就少了 就會得罪人 那自己先看看 為什麼我不妥呢 問題是 問自己 看清楚什麼事 減少了些 解決了些事 就少犯罪了 有一個人呢 面帶受容 驚恐 流著淚的見神父 他對神父呢 只是說了說 很怕 老婆要跟他離婚 他只是說這些事情而已 但是神父呢 已經知道他什麼了 神父記得他這樣驚恐呢 就已經知道他很愛妻子 所以都很歡喜 至少你害怕也好 神父呢 就跟他說他應做的事 做實際的事 例如 你熱情這樣 疼老婆 是好的 熱情這樣疼老婆 說 I love you 是好 是好 但是 我告訴你 你只不過是開始 你還未真的愛她 即是開始 你只是說愛她 還未愛她 以後 你不要再花心 不要再花心 的私言行為 那你就真的愛她 你妻子 就不會再對你發怒 不會說和你離婚 是不是 你對妻子擁抱 是好的 令她開心 但是 不是這樣 好像用嘴巴說 還要你身體力行 你還要身體力行 真的幫她 譬如她很猛 很多事情很辛苦很煩 你幫她做些事 她便減輕壓力 便能夠安慰 你幫到她 是不是 她受壓力 很不歡喜 發脾氣 你便跟她吵 你便要想想 她有問題 有困難 所以才會這樣 那你幫她 安慰她 令她 令她歡喜 怎樣令她歡喜 就是愉快的氣氛 就是愉快的氣氛 是的 你便能夠安慰 嘗嘗 可以安慰 你可以再說 你想想 是否很歡喜 我當時 我舉個例子 澳洲人 他說 D-A-Y-D 不是D-A-Y-D 是D-A-Y-D 是一殺D-A-Y-D 有一次警局 手下對局長說 發現有死人 局長問 這死者何時死的 是今天死還是昨日死 Not just to die to die Not just to die 就是這樣說笑話 聽見的笑話 Not just to die Not to die Yes to die 笑笑笑也好 笑開心愉快 就不會經常生氣 發脾氣 說笑話 做些好食物 你煮菜很棒 就煮好食物 別人欣賞你這麼厲害 大家開心 或者買回來 你喜歡吃豬大腸 買回來吃 你喜歡 你喜歡 開心 我可以再買給你吃 大家開心 那就會聊天 如果你經常發脾氣 嘗嘗 嘗 愈來愈嚴重 愈來愈差 變成生活不愉快 經常犯罪 感情又不好 我當時 父母說 最大的 最麻煩 回家很容易發脾氣 說不奇怪 小孩子很麻煩 發脾氣不奇怪 你買好食物給他吃 好食的時候 鼓勵他 吃得開心 你喜歡 好 你喜歡我再買給你吃 小孩子很開心 然後你問他 你說了不欺負弟弟 為何要欺負弟弟 你還不會欺負他 不會 你不會 你不會 我就會買你給你吃 猛點頭 不會 不會 不會聽你說 你開心便會聽你說 你欺負他做的事情 沒有做 你會不會做 你會做 你會做 我會買給你吃 小孩子這麼好聽話 愉快氣氛 開心 大家會好些 溝通 不會犯罪 所以應付壓力 發脾氣 發脾氣 有什麼辦法 我教別人 製造愉快氣氛 這是好 所以 有些男士 有些優默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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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太胖了 你太胖了 你太胖了 你減肥了 但是你有些優默感 老婆也很欣賞你 很喜歡你 所以 要學會優默感 也好 是的 所以 那個 不開心的人 聽了神話說完之後 充滿希望 開心地離開了 那姐姐說 會捉住老婆 所以 世界 考驗我們 如何處事待人 看你是愛德還是自私 看你是忠誠還是貪心 看你是善良還是狠心 世界是考驗長 所以記得 每天都在考驗你 是怎樣的 所以每天都要想一想 我的人是怎樣的 在這個考驗場 是否合格 要問自己 原來人的生活 受到很多影響 考驗我們是不想錯 但是有很多影響我們 考驗我們 要做個好人才可以升天堂 但是為何仍然好人作惡 寧願去地獄呢 因為受影響 什麼影響人呢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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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欲望 便會沽燥 有欲望 有欲望才好 欲望有好有壞 欲望 我們稱之為理想 我們用這個詞去講得更好聽 欲望 你的理想真的好 如果不是 欲望 是否好呢 所以 也要想想 在欲望之下 人們第一 可以用理性 辨別自己的欲望 有多好 還是有多壞 用理性去辨別 就知道 用理性去想像到 後果會怎樣 後果是很好的 後果是令人痛苦的 自己知道 欲望 可不可以接受 另外 人又有知善惡 可以知善惡 從聖經學到很多東西 有信有神 可以幫助人 關於善惡方面 去看自己的欲望 要還是不可以要 第二 人有自由 可以選擇 選擇 那個欲望 還是 是一個理想 去做選擇 人因此 在選擇之中 都受到考驗 受到考驗 結果 人受到考驗 結果很多次 真的非常不好 我們 欲望之下受到考驗 結果是怎樣 就像寶禄中道所說 應該做的 我就沒有去做 不應該做 我偏偏去做 我們是這樣的 受到考驗 有些欲望令 我們想要這個 理性就有了 知道不是好的 後果是痛苦的 不應該做 但我偏偏去做 不過是好的應該做 但我這樣做 寶禄說得好 羅馬人書第七章 就說 受到考驗 應該做 我沒有做 不應該做 我做了 我為什麼選擇 不好的面 因為你要欲望 你欲望 這麼有吸引力 真是很有吸引力 這麼有吸引力 至少你選擇 要了不好的方面 不好的 但是吸引力這麼厲害 你就要了它 這麼有吸引力 理性都認為 應該做 不做 寶禄不應該做 做 吸引力 是什麼來的呢 快樂 你喜歡 你喜愛 人們原來很歡喜快樂 這麼快樂 吸引了你去 不然之 你的選擇 不是因為你的理性 良心去選擇 而是因為你喜歡 因為你喜愛 能夠令你快樂 所以你要了 跟隨了這個欲望 這樣呢 這樣做 使得你 知道會去做壞事 犯罪害人 如果你是知道會犯罪害人 你是否仍然追求 這個欲望呢 或者 應該好的 你會追求 還會去做呢 真的受到很大的考驗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休息一下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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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